我们这边是已经进入了游戏画面了 这会儿看一下 IG这边是直接拿到这个小龙 其实这一波拿小龙都是看人的 如果说对方换路之后 双人路在上路一直待着 然后又没有推塔的可能性的话 这个时间我选择四个人一起打小龙 那么你要过来跟我打团的话 是一个四打三 就少一个人 是的 那么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你可以登陆bbs.gamefori.cn 然后在我们的机密之家 这个贴吧里 然后发贴 然后可以跟我们互动 有机会我会念出你的贴子 发表你的观点 对 那么在 威仪会念出一些比较精髓的帖子吧 对 那么301楼的GMS陈 他说今天冷门好多啊 确实哦 对 下午就是非常 下午是绝对 就从 就算你不看那个比赛 你从支持率也看 应该是冷门 哇 这一招 直接 安妮 什么情况啊 刚才的那个 有一点点 就是应该算是技能的一个小bug吧 就是 把人摔上去 自己都下来了 然后那个人还在天上飘 这个安妮 被打了圣龙拳一样 打到圣龙拳一样 打到圣龙拳 那么现在开始是1-4 我们看到这盘 这个卢仙的出装 PT这边要强打 有队友在 小伙伴来了 所以他就敢冲上去了 努努闪现过来 直接开了打 哇 一个闪现逃走了 努努要死 这边 PT也是为了球闻 交了闪现 不会拿一个双杀 不追了 开了一个大招 那么这个大招 也是打出了PT的闪现 对 现在H将人头改为了5比1 目前已经掌握了一部分优势了 而且中路发条发育的 真的是有点堪忧 他这边的人头也是比较均匀 可以看到姿态 这盘确实 前期打得很顺的情况下 他是很早的选择 补到了一个 就是法穿鞋 这个装备主要是 一个是输出 第二就是回家也好 支援也好 移动速度 就是靠谱 会支援的比较迅速一些 艾基他这边的上塔 是被PT拳拒紧 所以掉了 对 这个双杀路在上路 也是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么同时自己家的下楼塔 也是丢掉了 也是丢掉了 头腿的丢了 头腿的丢了 这里有个眼 努努被发现了 好 努努这波 要强打 但是狐狸和魏 是已经从后面支援过来 直接 又是一套 又排了上去 魏加狐狸的二连 这个鳄鱼 鳄鱼跪了 插翅难逃 狐狸跳了一个大 狐狸的大招 最终是魏